中超联赛第十九轮结束了全部的争夺,在一场老熟人之间的对话中,卡纳瓦罗帅林的广州恒大在天河体育场,勿抗林狂射天津拳舰,而天津拳舰在丹麦人作战并且排出五万人阵容的情况下, 依然没能抵挡住恒大疯狂攻势,惨败收场,保罗索萨让多名年轻小将首发,然而却没能收获惊喜,特别是21岁金星星连续后场失误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天津拳舰由于维特塞尔和莫德斯特离队,而帕托就累计黄牌停赛,因此保罗索萨这场比赛排出了全景元一名韩国外人出战的准圈黄斑阵容, 其中还包括苏元杰,张修为以及吴伟这三名优二战星星,让外界对全界本场比赛,则总是充满了担忧,果不其然,在比赛第14分钟的时候,全界年轻的21岁金星,就出现超业远失误, 这是21岁的年轻后位吴伟,在后场危险位置玩火,他在禁区前也拿球,想要过掉横道外员高拉特,结果被高拉特直接抢断,写信念成大火,高拉特将球分给身旁的塔利斯卡后高速前查,结果高拉特前查时出现停球失误,皮球又被吴伟抢下来, 但是吴伟却并没有因此吸取教训,他接下来的一幕让人更加目瞪口呆,他在抢断高拉特后,竟然选择再次玩火疯狂盘带,结果第二次,被高拉特从身后完成抢断,这样的一幕也让刀场比赛知名解说的陆陆是疯了吧,很显然,吴伟这次后场的业余失误令人匪夷, 所思,实在无法理解,而在比赛第四十分钟的时候,吴伟在后场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又送出一脚十分离谱的传球,他的转移传球直接飞出边线,这一幕也让准备建议还传球的队友张成直接无奈的低下了头,而信任他的权劲主帅保罗索萨则彻底急了,他在场边愤怒,的指点,批评着这名小将,不得不说, 这场比赛,吴伟的表现让人实在没眼看,作为在联赛中获得了十一次出场机会的年轻小将,这样业余的失误只会让球迷甚至教练对他失去信心,老球中抄球评